當 iPhone 用了兩三年後 機能會開始感覺到變差 如果不想被迫換手機 有按媒就分享了 令它回窗的方法 首先就是關閉沒有回應的應用程式 讓 iPhone 看看是否有任何應用程式 不可以正常運作 如果某個應用程式 打開需要很長時間 可能就是它導致 iPhone 變慢 之後就是重置 不過重要的資料 建議先備份 之後就是清除 Safari 的 Cookie 感有助於降低 iPhone 的內存 通常會顯著提高運行速度 檢查儲存空間 當 iPhone 的儲存空間鎖定無幾 同時需要下載新的內容時 iPhone 會自動嘗試 在過程中釋放未使用的空間 導致下載所需的時間 比正常情況下要長很多 因此出現變慢的問題 官方建議 保持最少1GB 的可用儲存空間 另外就是防止手機過熱 如果你覺得手機性能比平常差 可以檢查一下 手機溫度會不會過高 之後就是檢查和更換電池 電池隨著長時間的使用 效率就會變差 同時有較大機會發熱 影響手機運作 如果電池的健康度低於8成的話 就可以考慮更換 最後就是關閉低電量模式 這個模式 會明顯降低手機的性能 來換取省電的效果 如果電池欄是黃色的話 就算是手機 正是處於這個模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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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